新北市中和区的崇南里市民活动中心 屋林已经有35年了 在里长的协助之下 将与周围22户的住户来进行联合督更 只要建商完成督更之后 分配方式补件就能进行到下一个程序了 最快在明年底可以进行工程 位于中和景新街496项26弄双号 包含崇南里市民活动中心在内 15户乌林315年的老公寓即将督更 会有督更契机 其实是从单号册的独栋透天开始 4年前建商可能就说必不过大 所以他跟我们讲说 是不是这边的15户来配合跟他们一起建 结果我当初大概4年前 我们就跟这边的住户开会 结果住户当初开的时候 开了大概也是五六人有六次 那个时候大概是有百分之九十同意 那大概有三户也不到那个 经过大家跟他沟通的话 结果他们三户已经同意 已经同意了全部都更 都更后将新建两栋 地上十四层地下五层 停车场连通的大楼 里长也争取新的市民活动中心 地点与设施 在我们这边二层跟三层 一共大概是有150坪左右 那公司是去掉的话 大概100坪左右 110啊 那还有一个车位 那还有一个我们也跟 那跟住户里面同一个楼梯 不是造成不方便 住户一定不同意 结果我们又要谈一个 就是我们楼梯 又单独一个楼梯 那建商也同意说 我们也有建设 我们活动中心 二楼跟三楼一个单独的楼梯 建商已与22户都跟户 开过大会达成初步共识 但都跟户与建商的分配方式 还需再补建 才能进行到下一个程序 建筑配置的量体的部分 都已经确认了 那他接下来的话 就是要办事业计划核定的作业 那实事者也正在努力的补证中 那我们也会尽数加速 他协助这个案子的核定作业 那接下来的话 他们还有就是权力变换的程序要走 那权力变换的一个程序 基本上就是在讲怎么分配 那他们如果这个部分确认完之后 就可以开始申请建造 那所以这个案子最快的话 预计是明年 明年的年底最快可以动工 目前全台都处于 缺工缺料的情形 还得等疫情趋缓国际航运正常 才有机会动工 从哪里才有机会 迎接新的市民活动中心